中共統計局新出版的2021年 統計摘要中的歷年人口數據 引起了經濟學家 蠻族勇士老蠻的注意 它重點對比兩個數據 每年的實際新增人口 以及每年的利潤新增人口 出生人口 死亡人口 發現了人口數據 在2020年出現了 不尋常的現象 有35萬人神秘消失 這個現象值得深思 魯曼在發表的最新文章中稱 每年的實際新增人口 以及每年的理論新增人口 這兩個數據應該是大致接近的 理論新增人口 應該稍為大於實際新增人口 因為出生人口有 腰節現象 但也不會大很多 因為伴隨著醫療技術的提升 腰節的嬰兒是非常有限的 但從中共統計數據中看 從1990年至2019年 所有的數據都符合這個規律 出生人口 死亡人口所得出的新增人口數 略為大於實際的新增人口數 1990年至1994年 還是10萬級 那個時代 中國的醫療技術還是稍為顯得落後 之後這個差跡 就保持在10萬以內 1998年至2019年 更是保持在5萬以內 他認為 這個差跡可以理解為 腰節的嬰兒 這個數據一定很少 他在發表的最新文章中稱 但是2020年風雲突變 規律不起作用了 實際新增人口170萬 舊理論新增人口205萬 差跡達到了35萬這種前所未有的級別 你35萬去了哪裡呢? 老蠻發出疑問 蠻族勇士是一位知名經濟問題寫手 因頻頻點中中共經濟問題要害 曾經引發中共官媒圍攻 老蠻身反神秘 網上流傳有關背景資料為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博士 先後畢業於北大、清華、中國社科院 私從金融名師李洋教授 完全不止 心求不止 不妨 手提示 指道 佳